前方300米有区间测试探照 限速行驶 哎呀妈呀 之下引航已退出 现在就出发吧 大早上车还这么多 开启之下之后呢 之下引航已激活 开启之后前面就是一个堵车路段 然后地图看这边已经堵得发黑了 让我去看看他这个堵车的时候 这个跟车的状态是怎么样 应该可以的 我们就数一数这次过去一个半小时 我会接手多少次惯 我希望他也是不用我接手的 但他识别还是挺强的 你看那边的那些车道上行人啊 还有飞机动车都能识别的出来 向左超车变道 不行这里不能变道 他可能是刚刚识别有误差吧 因为他这里是一个对象的单车道 可能觉得这边车道是空的 所以他就想往这边避 这是我第一次干预 我再不干预他就要让我逆行了 统计一下 其实他现在是这样子的 他识别 我觉得他应该跟地图去进行点弄 他这边是堵车路的 他觉得前面车开的慢 然后这边又是虚线 他就觉得我应该是对象超车一下 然后把这个慢车让过去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 我前面一直是在堵车的状态 我超车了 我也过不去 按道理来说 他应该是可以跟地图联动的 这么长一段都黑了 这段路的话 堵的话 如果他实际上是虚线的话 他就会一直想着干预去变道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很累 你就要一直和他做斗争 他现在又开始了 你看 一直是等待向左超车 向左超车变道 我觉得后车应该想骂死我 为什么这人一直在打转向灯 在车辆设置里面 在支架辅助这 把那个变道确认变成始终确认 就不要让他在自主的那么操作之后 他就会好很多 我就现在至少不会 自己突然间开始打转向灯 想给我对向超车了 但其实他堵车的时候 跟车这个状态其实是挺好的 刹车啊什么都很柔和 就不会帮的一声 至少不会就那么硬的 就给你停下来 然后跟车距离 只要你设定好了之后 他是能保持一直跟车的这个状态的 其实不用太多操心 如果说没有前面那个疯狂 变道的那些操作的话 我觉得今天堵车的这一段路程的话 我会开着还是挺舒心 至少你脚也不累 你也不用说特别特别的 一直在注意跟着 防止有什么车差进来 前车只要一起步 它基本上跟上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现在就是过了那段堵车了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 基本上都是上那个快速度 我们就可以正常走了 它相对来说还是会保守一些 我觉得它的这个制驾状态 不是特别的激进的那种 他就是很想让我变道 我看出来了 它会在同绿灯路口的时候 会稍微放慢一点的速度 然后如果说同灯的话 它会离老远就开始慢慢的去刹停 我们看看这个分岔路口它怎么过 向左前方行驶 进行高速路 随所及时跨过行驶 好好好 完全不想让我过 就唯一一个比较复杂的 就是刚刚过的那段那个城市道路 因为那个城市道路 我觉得可能也是 因为道路原因的问题吧 因为本身的地方呢 就是各种划线 它也不是很明确 虽然这里是北京 但是确实是有出现那种 划线不是很明确 有那种T字形路口 它没有红绿灯的时候 它这个制驾功法 它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聪明了 你还得去靠驾驶员自己判断来进行 你是拐弯啊 直走啊 然后让行这种的操作 这是第一个 我们现在要出这个扎道口了 第一个要出史出的扎道口 看看是怎么个状态 它是会智能进行过弯减速 因为这个弯还挺大的 它第一个当然口齿力还是挺好的 然后就是包括过弯的时候 尤其是大弯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进行减速 我唯一刚刚有点慌的 就是在于过弯弯的时候 那边是个实线嘛 然后对象来车也很多 我感觉那个弯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控制的话 按照我的正常观点 它就是应该窜出去了 我倒是确实去接手有点早 其实那个如果我不接手 我可以看看它是怎么状态 我实在是有点虚 过收尾站的话呢 就是要自己去进行接管的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这块接手可以理解 我们现在就是上了高速嘛 上了高速之后的整体来说 它车流量很少 然后车的发现也都很明确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 没有那么担心了 你就直接设计好时速 然后跟着它走就行了 如果说前面的车稍微慢的话 它自己是会识别之后 自己变道的超车 这些都是很智能的 它已经进到这个车道 它会自己识别到这个车道这边 是限速60 它会自己把速度降下来 这是非常保守的一种开法 它又要过弯了 这边是不会改变的 要看它这么多 你看这边它还挺大一个弯的 请提前接管并注意导航入线 即将到达收费站 完全就会提醒我 因为收费站就是要 对于来进行操控接管 它反应还是挺机灵的 刚刚那个车没有打转向能 直接往这个车道上变 它会迅速让开 看看这个左转红绿灯 它是怎么办 其实还是能识别的出来 还是可以的 它减速是可以的 因为前方有人在穿过这个路口 这次这路口就好多了 变道 右转前面这个路口还是挺复杂的 你看各种车的都在过 这次右转也是顺利转过来 这属于是它那边转过来很猛 对吧 它没有 我觉得它没有考得到这边对象的 它直接就转过来的话 它没有反应过来 或者是它觉得按照它的这种 驾驶的速度什么 它是可以赶在我之前 迅速完成掉头 直接往前走的 但是这个 这个车机是反应不过来的 所以这种制驾它操作的话 就除了是 比如说它要考虑到这个 车辆的车机安全 考虑到那个驾驶员的这个 迅速判断啊什么的 你还要考虑到就是 其他道路参与者的这些 他们就是一定要 大家都要保持这种 有序的这种进行 所以才会让支架 就是你开球会更省事 不然在城市道路的话 其实反而很累 我们现在就快到了 然后现在马上还有个 900多米之后 它要掉头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掉头操作怎么样 好在这边路况没有那么复杂 而且车箱来说少一些 会更放心 在城市里面开支架吧 我就特别特别的凝重 就总感觉我比这个车都累 我比自己开车都累 我时刻都要各种盯着 然后随时准备接管 可能是我还是不是那么的放心 我是人应该放心一心 我要相信它 但我相信它 我也不相信别人 就像刚刚那个车 顶不顶窜出来 但凡我杀万一点 我就真的怼上去了 还是要文明驾驶 还是要遵守教规 掉头了 掉头了 它的提前开始打转向灯 它会自己往那边贴一点 因为那个车离我们远 所以它这个 它自己会判断 然后自己慢慢过来的 它百分之九十九的支架 然后为什么不是百分之百 因为那个路上它有一段的 就是那种碎石路 山路 那种小路 那个肯定是自己来开的 不能说完全让它自己开上去 我们马上开到 到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电号是如何的 而且路上的时候 我们没有特别省电的开 我们就是按照舒适模式正常走 然后一路上还开了一会空调 觉得稍微有点冷 毕竟是大灶上的 我们来看看到时候 它的电号表现是怎样的 我们当时出发的时候呢 电量是显示剩余 续航里程是四百九 然后开到这边的时候呢 显示的是三百五十八 因为今天这一路呢 是八十六公里嘛 然后有一大半四五十公里的路程呢 都是在高速上 高速本身就比较费电 而且我们也不是特别去省着的开 我们一路上也开空调 然后调的是舒适模式 就是正常这样思路下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电量消耗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 然后再说到它的置架部分 置架部分 其实总归来说 它还是偏向于更保守一些 然后会更强调于它的这个安全性 然后一路上 我差不多接手有六次 然后第一次呢 就是在那个拥堵路段的时候 拥堵路段它会疯狂的去提示 然后想去借着对象车道去变道超车 就是它只识别到曲线 但是它没有识别窗 但是它是黄色的曲线 所以这样子过去还是很危险的 那个是一次我自己主动接手了 然后当中有一个 并不算是我接手 但是确实要说 是因为第一个开始应该开进去的 那个扎道口那里 那个扎道口因为本身比较小 画线也不是很清晰 它就没有识别出来 它就直接开过去了 后面就我们就重新再找了 一个口上的高速 有一次我接手的时候 是因为那个拐弯的地方 那个属于是我过早的去接手 因为后面我们在讨论说 如果完全是试验的话 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个弯出来比较大 然后出来之后呢 又是一个实线 实线就对面来车也都很多 它有点去往中线上贴了 在我这个视角来看的话 我就觉得会有点过 所以我又很担心会出现问题 我确实是比较胆小 然后我就提早 切了那个支架功能 直接先接手了 那个是我过早的接手 这个就是属于过弯的时候吧 他们那个识别系统的功能 我还没有那么的相信它 然后就是在进行那个高速收费站的时候 驶入和驶出这个是肯定都是要自己进行接手去主管的 然后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下了高速往那边开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路况呢 是有很多那种小斑马线 然后让行人通过 它就会有一个红色的牌子 我觉得它有可能是因为它这个车机系统啊 它误判成那是红绿灯了 所以它就停在那个斑马线那里 我就只能自己接手去重新启动 这个是一个 然后我最后一次接手是 那个是纯属于是 对当时那个车辆呢 有点不文明驾驶 就是它那个车正好掉头 它掉头的时候呢 它也没有看我们这边的车的车速啊 这边来车情况 它就觉得自己能过 啪一把就过去了 然后导致这个车 它的反应就没有那么及时 就差点出问题 那个是很夸张的一次 但基本上来说啊 它的支架功能确实还是 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的 是 呢 有3 3 4 5